美國為首的聯軍官員表示 ISIS營地位於伊拉克北部 基爾赴克省的瓦迪沙伊 該地區已成為ISIS藏身處 在伊拉克安全部隊和序里亞民主歷勒 於2019年3月摧毀ISIS最後據點後 ISIS成為武裝分子 轉移到伊拉克農村地區藏身 聯軍發言人卡金斯尚教 在週六的一份聲明中說 伊拉克安全部隊一直以激烈戰術打擊ISIS 空襲有助於摧毀車輛 難以到達地形上的ISIS目標 在農村地帶炸毀ISIS藏身之處 最終將為城市和鄉村帶來安全 軍事官員表示 伊拉克公民對ISIS在該國的存在十分抗拒 並幫助聯軍將恐怖分子 驅趕到輪村沙漠和山區 美國軍事人員也繼續鼓勵伊拉克公民提供有關ISIS的訊息 並與當地安全官員聯繫 卡金斯說 聯軍的每次正確空襲都是應伊拉克政府要求進行的 而幫助實現永久性擊敗ISIS 軍方官員說 因為聯軍一直針對ISIS地區頭目和成員進行最極 迫使這些ISIS分子躲藏在農村地區 美國國務院還鼓勵人們提供有關ISIS資深頭目 穆罕默德·卡迪爾·穆薩拉馬丹的信息 這個人負責ISIS的宣傳工作以及製作令人無骨悚然的視頻 國務院發言人上月告訴福克斯新聞 穆罕默德·卡迪爾·穆薩拉馬丹是ISIS 任職時間最長的媒體高級官員之一 請認同意 我在我找到雙頭好似的信息 在地下方看見人們教導人做雙頭好似的 職時間最強! 我使用你了 全身肉傳染者的角色